另外一个听众给我们留言 他讲说他种的是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的确很可爱 而且感觉养在办公室里面 应该很好照顾吧 但这位这个女士给我们留言 他是说他这个按照上面的说明书 讲说每三个星期给他浇一吃水 可是怎么浇着浇着 这个叶子全部掉光光 是自然掉落 没有人去触碰他 那全部掉完了 只剩下中间的一颗心 那现在怎么办 还有救吗 要不要给他加一些补品 还是说换一个大盆子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每三个星期浇水一次 也许可以 但是如果说碰到像今天 我们这边会到86度 90度这种天气的话 你三个礼拜浇一次 可能就比较不够 虽然说这种多肉 或者我们叫肉肉植物 它们就是本身很会吸水 就是说一下雨 它可以在叶子里面吸很多水 但是如果说我们乱级 很少下雨 又普通都没有浇水化 然后又碰到大热 热天化 它还是会水分不够 就会落叶 就掉光光 就是变成要死不死的样子 所以我建议一下 是这样 多肉植物可以少浇水 但是如果气温到八九十度 至少每个礼拜还浇一次 它还是需要水 不是说不要水 就不浇水 那基本上肉植物生命力很强 我家里随便动随便长 而且长得很好 而且从来也不必给它特别撕回 水分太多它也不喜欢 如果天天下雨它就也不会好 但是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说 他三个礼拜浇一次 我觉得可能少了一点 如果是在一般的冬天的天气 或者是在阴凉的树下面 那三个礼拜浇一次还可以 那像我呢 每天我叫每天要浇菜浇花 我经过时就撒一点撒一点 那这一点点不要很多 但是至少要给它 还是要有一点水分 三个礼拜我觉得是稍微 选少一点 那没有关系 这种肉的时候生命力很强 你稍微把它水分调整一下 它就会长回来的 所以不要放弃 虽然只有中间的芯 但是如果是好好的照顾它 其实那个芯还是会再发叶子出来的 是不是 对他会长叶子生命力很强 甚至叶子插在地上都会变成一棵树 都很容易的 是的 我这个小时候种过很多落地生根 所有掉下来的这个肥肥的那个肉 继续再把它放进去 它还是继续再长出来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园艺达人 我们的华博士 谢谢 拜拜